哈喽大家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我其他品牌包包的第二机 我为什么拖到这么晚才入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包非常非常没有看点 应该所有的包大家都是见过的 除了可能有一只比较脑残的Fendi以外 而且这些半吊子品牌买下来呢 基本上脑子就清醒了 就渐渐意识到某些品牌真的是 最好能不碰就不要碰 到最后我就会把它们闲置在包柜里 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浪费的行为 那现在就从大家非常期待的我的Celine包包开始吧 首先第一只呢就是非常 现在有已经烂打街的Celine的黄金box 其实这是我心目中的dream bag 大家应该没有想到吧 并不是我最爱的那三个品牌之一 为什么这是我一直以来的dream bag呢 我的人生第一只大牌包不是那一只Prada的杀手包吗 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说过 其实我最想买的是这一只包 只是因为那时候刚工作没多久 我买不起这只包 所以我就转而买了Prada的杀手包 因为当时Prada在国内的价格连它的一半都不到 我记得中国上市的时候应该是超过3万人民币 对那时候只赚几千块钱的我来说真的太贵了 而且Celine box刚推出的时候 最好看的就是红色和墨绿色两只颜色 但是这两只颜色在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没有再出现过的 我想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应该是不会知道当初的那一阵子是有多么的难买这只包 就现在的Celine的box几乎可以说就是随便买 除非特别偏门的颜色像这种比较大陆的三金刚色应该是很好买的了 Celine box的三金刚色其实就是黑金 然后棕色金扣和红金 那其实我心中的box三金刚色呢是一个西翼皮的蓝金和墨绿金扣以及我自己的这只红色金扣 就一贯照我的套路嘛对黑包是没有兴趣的 Celine的棕色box呢我觉得是特别复古没有错 但是它也没有特别吸引到我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除了那只Supreme之外 我没有任何一只红色的包 我唯一红色的包就是留给Celine的 因为这只包的购买过程真的太苦了 当初除了自己去玩欧洲呢周围几乎所有的朋友只要去到欧洲都一定会帮我看这只包 但是真的没有一次有人遇到过这只包 唯独有一次我朋友遇见了一只红色的西翼皮 但是我觉得红色就是要box皮最好看 所以我看中这只包直到买到它经过了五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吧 现在除了买爱马仕包这么辛苦以外 其他包不会有那么难买的了 但是早期的Celine box真的就是这么难买 而且尽管当时欧洲跟美国的价差很厉害 早些时候欧洲的价格是2400欧 如果你可以退个税差不多就是2400美金 但差不多在这样子的价格情况下 我还是在美国以3900美金把它买下来 所以可想而知多么多么的心痛 但是真的当这只包它终于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真的是如释重负我买到它了 但老实讲我其实并没有用过它很多很多次 它只是作为我心里一个心愿一样的存在 所以一直会躺在我的包柜里 因为这只包真的很容易有划痕 我承认墨驴色有划痕非常好看 但是我觉得红色是应该新的最好看 那我的包呢在第一次拿出去使用的时候 其实就有非常严重的划痕存在了 可是我后来拿去修复过以后 现在就看的不是很明显 大约是在这个位置左右 其实我有问过修复的商家 他们说基本上是以甜色的方式来把我划的几乎要发白的地方给填掉 所以补的还是蛮不错的 现在应该基本上没有非常重大的划痕了我觉得 那这只包好用不好用呢 吐槽过它的人非常非常多 拔草的踩雷的觉得这只包绝对不能买的 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说过了 大家对它的功能好用不好用应该没有非常多需要介绍的 纯粹只是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外观 它就是我心中的dream bag 所以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它 可以说我的包柜很少会进红色的包 因为我觉得这一只对我来说就够了 我觉得它搭配上应该也不用我多说 大家相信真的是看过很多很多了 所以这只包就这样了 我是真的个人非常喜欢它 大家是不是挺意外的 这是我dream bag 我在你们心中审美的地位是不是要下降了 为什么说要下降了呢 因为我买了两只 我对它的热爱已经疯狂到 就是大的小的我都喜欢 很奇怪的是我的两只红的有点不一样 我自己也分的不是很清楚 Celine到底有多少种红 我觉得它们是有一点差别的吧 而且这一只稍微新一点 光泽度也比这只好一点 因为这只被修复过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它的光泽度 那这只包我是先买的中号 后买的小号 因为买完中号之后呢 它其实对我稍微有一点大 但是也并非大的很过分 不过我的心里就是会一直惦念着这只小号 所以后来有一次去欧洲 我就觉得 嗯 来都来了最华色的价格区域 我干脆把小号也给买了 就后来所以把这只也给收了 那包包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只好用一点 这只好看一点 所以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这只包我是无法做抉择的 我就把它all in了 那我们来说一下现在新出的teensize 其实我个人不喜欢那只包 从食用的角度来说 它确实是介于两个尺寸来说 对亚洲女生又友好 又可以装手机 不大也不小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尺寸 但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呢 就是teensize的扣的位置 非常的不好看 这只中号它的扣是在一半偏下的 我之所以认为小号是最时髦的 是因为它的扣位置非常的低 大家可以看一下teensize 它的整个扣是处在中间的 我觉得这只包在我的心里就有一种铁憨憨的感觉 我觉得它跟时髦是沾不上边的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但是有时候我会特别在意这种小的点 我觉得teensize的扣是很影响这只包的时髦度 它整个的存在对我而言就只有实用而并非好看 而且teensize的包呢 其实我是去店里背过的 那个肩带当初调节对我来说几种长度都不是我喜欢的样子 那小号跟中号肩带调节出来的鞋块和单肩都是我喜欢的样子 那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小号的容量吧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无法抉择这两只包的原因 是因为小号真的太不能装了 首先我这种大屏手机就完全不要响了 边长度快要超出了 所以是肯定塞不进的 那就我日常来说呢 带一点卡包啊然后气垫啊口红啊 我感觉问题不大才能塞我的那个小遮瑕 我感觉也就差不多了 车钥匙就放在上面 虽然Celine的box都是分为三层 但老实讲对我来说我只用中间那层 其实如果它是单个空间 可能反而会更好装一点 而且重量也会更轻一点 我并不觉得他们这样分三层有哪里好用 就那样 我觉得我拿在手上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小号对我来说应该是更好看更时髦的 所以我心里无论是红色的包还是 Dream bag都是这只Celine的box 当然是不包括那只Teen size 那下一只我的Celine呢也已经出现过两次了 就是这只Train piece 我的Train piece是最小号的 这只是14年就买的 所以买的挺早的 如果后来没有出现过更小的号码的话 我这只就是现有的最小号 因为我这只包号称是mini size 在这只包之前的最小号是要比它大一圈 对我来说真的太大了 没有办法背 所以直到出现了这只所谓的mini size 我就入了这一只 而且我没有入一只拼色的 就是入的全电光蓝 宝蓝色的这种颜色 确实我的整个包柜里 这样子的颜色只有这一只 当然我觉得这样子的颜色也不必拥有太多只 因为它的搭配程度上来讲 我个人觉得有一只就够了 就不算特别难搭吧 也不是特别好搭 那Train piece大家经常吐槽的点呢 就是当你的拉链拉开来 它的东西会哗啦一下 就整个包会全部这样子掉下来一样的 我以前对它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因为它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大包 老实讲现在不是经常用的 除非我是需要搭到这个颜色 我才会把它拿出来用 因为Train piece说真的也应该过时了吧 现在挺少有人拎这只包了 以前这只包拎的人真的很多 随随便便去Sara逛个街截个帐 可能有两三个姑娘都在拎这只包 而且它肩带是短短的这种 特别喜欢 就以前Phoebe的设计 我非常喜欢它和Chanel不一样 的是它们的肩带长度真的特别合适 就会把整个包背在腰的位置 绝对不会像Chanel的链条那样 放在屁股那儿 所以最后搞得我们还要去搞一堆调节扣 那这一只呢 就是我的最后一只Celine的包了 是不是很少 所以我觉得我Celine包的合集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需要大家来期待的 那再加上这一只中古的Celine 我总共也只有四只 那现在回想来看呢 说真的幸好也没有买太多只Celine 因为无论是它们的笑脸包啊 包括笑脸包各种衍生品幻影啊 然后鲜鱼包 然后Trio那种 还有前阵子很流行的Freme啊 包括Celine的那些很简约封的大水桶 说真的应该现在都过时了吧 所以很奇特的是 虽然我以前是很喜欢Celine这个牌子 但是我竟然把这些包型全部错过了 我也没有遗憾的现在 等于也省了很多钱 那这个品牌自从换了设计师以后呢 我基本上就当笑话一样在看了 所以往后应该也很难会去买Celine的包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其他品牌的包吧 其实也不多 就三只 首先是我唯一的一只Dior的包 也就是它们非常经典的Lady 老实说我对Dior整体这个品牌是没有很大兴趣的 我觉得它们最值得买的东西是丝巾 它们的丝巾比其他任何品牌做的都要好看 所以大家不要脑子里老想的去爱马仕买丝巾 真正好看的丝巾品牌是Dior 它们出的很多系列塔罗牌星座字母系列 包括现在Dior的老花 它们丝巾真的很好看 那Dior的包在保值上来说也就属于一般般 那我买包其实也不会说特别出于保值这种角度来看 只是完全凭自己喜欢不喜欢 包括会不会过时 这个品牌会不会过时呢 大家想想出了Dior Lady和他们的老花 你之前还记得他们的款式有哪一只是不过时的吗 我想应该没有了 像以前唱口小辣椒带红的那个Diorismo 包括后来出的Dior Drama 都过时了呀 还有什么款是非常能扛得下来的吗 也就是这一只Dior Lady了吧 那我其实原来对Lady这个包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因为我觉得它太女人了 跟我平时的穿着风格 整个人就是完全完全不搭调的 但是对这一只包我是一见钟情的 我觉得它真的特别好看 因为它是墨绿色漆皮的 这个组合我觉得应该不算很多件吧 因为比较多件的是红色漆皮的 买的人非常多 就很多人会拿那一只作为婚包 我对这个事情是没有很执着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一只红色的包都没有的 而且 为什么结婚的时候自己要拎包呢 结婚当天你自己是不用拎包的 这个话题扯开了 我就来说一下这一只墨绿色漆皮的 我就是觉得它好看 没有了 你要说它好用吧 就那样吧 因为三格总比五格的好 五格那个拉链听说很硌手 而且五格对我来说就特别大 没有那个必要 三格这个链条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长的 我基本上会想要办法把那种链条缩短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边 拿一根相似颜色的绳子 给它缝起来打个结就不会太明显 但是由于当中有圈皮的这一结呢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缩短的话 两头都要同时缩短 然后好装不好装嘛 就那样 还是我日常的这四样东西 它装进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空间上可以比Celine的那个小号 还要多一个位置 可以塞个钥匙什么的 我的手机的话脱掉壳 基本上是可以进去的 因为我这边插着话筒 所以是没办法拔下来的 那这只包其实实用性还可以啦 包括这种盖子开起来也还算方便 但是说到底它是漆皮的 我觉得总会有点硬硬的 反正就是冲着它颜值好看去的嘛 这就是我唯一一只Dior的包 搭配上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要我穿的不是太大了 也没我觉得都还行 因为它不像那种红色漆皮 你就是要穿的女生一点 或者是那种什么断光 上面绣猪片那个 那个我觉得日常可能比较难以hold住 这个的话我觉得穿个T恤短裤 也都还行 稍微穿个小裙子就更配一点了 如果有点场合 你拎它出去也是没问题的 那Lady这个包呢 就是看图案吧 就像我之前有看中过 它们刺绣款一样 它们有时候会出那些很特别很特别款 但是很特别的款呢 下手一定要谨慎 最好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 然后不要被什么限量版 一时冲锋的头脑 因为这种限量版买进来价格很高 当你不喜欢卖出去的时候 你只想哭 我另外还看到一个缩短Lady 肩带的方式呢 就是比如说你把肩带从这边套过去 然后你扣在这一头 当你背起来的时候 它肯定是拉直的状态了 那另一边呢 我就是一样的操作 那老是这样背起来的话 前面会有这样一条横杠子放在那 不是特别美观 但是也还行吧 我觉得总比常常的当的屁股那好一点 另外就是这种漆皮 它特别特别容易积灰 在盖子的这个地方 很藏灰很藏灰 你基本上是要拿那种非常小的刷子进去刷 才能弄干净 所以这个包瓶是最好一定收在柜子里 或者拿防衬袋套好比较好 因为漆皮特别特别容易积灰 然后是一只FINDI的包 我现在自己看看都想笑了 这个包 当时就是追求不想跟别人背一样的包 我没有买pickup 我没有买那种2 drill 3 drill 我买的叫dame drill 一半的drill 而且它是不带这个吊牌的 而且在店里被店员忽悠说 这个包除了肩背还能手拿 但是劝大家这种多功能型的包 你不要相信它有多功能 你最后背来背去 一定是用你习惯的那种方法 你说这种可以背的包 我怎么高兴去手提呢 我也不会去手拿对吧 所以最后呢 我一定是扣上肩带拿它肩背的 那这个包呢普普通通 好装是很好装的 因为它分了两个区域 后面这个区域是拉拉链的 就你放一些前包什么 会比较安全一点 前面这个区域呢 就是吸铁扣的 就拿取东西特别方便 反正这只包其实是挺好用 没错 只是我现在真的挺少背了 我其实很偶尔穿深蓝色大衣的时候 我现在会想到背它一下 因为它上面这个橘色还挺跳的 而且这真的是我唯一一只皮的包 还带有一点橘色的 因为我是比较抗拒橘色的 可能屏幕里看上去还比较红 其实它是那种非常荧光的橘色 然后来说说这个吊牌 说人家2jo 3jo上面本来就带了一个吊牌 免费客制 我偏要去花钱另外买一个吊牌 我真不知道自己脑子当初在想什么 而且就因为这块吊牌 我现在舍不得把这只包给卖了 因为它是我很后悔买的一只包 这只包呢是深蓝色 配这种荧光橘色 然后这个吊牌呢 又是深蓝配浅蓝 配一个正橘色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俩挺配的 当时很好笑的是 我在罗马店里买下这只包 然后我就看见他们挂的这个牌子 特别特别配 我就说我想买这个牌子 但是店里牌子卖完了 它他们摆样的已经打上了样品的字母 我也不可能买嘛 然后我突然从罗马一直跑到巴黎 我才买到这块牌子 现在这两样东西 就是当时脑子有坑吧 怎么会买这么一只包 其实你要说它很丑吧 可能也不至于 但是这种特别跳跃的配色 我好像就是年轻时的审美 只能说是这样的 它的侧面配的是灰色 其实倒还行 Fendi这个牌子多么经不起时间考验 大家也懂了嘛 对吧 所以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去喷Fendi的包了 那由于这块牌子呢 现在挂着 还是独一无二写了我名字的包 所以啊 就这样吧 就这么躺在我包柜里吧 最后一只呢 是Cruly的双肩包 其实这个牌子也是我不太会去买 说真的如果现在脑子非常清醒的状态 我应该是不会买这只包 因为现在你们看还有人背这包上街吗 还有人背那种正常size的费 小号的费上街吗 完全没有了吧 其实我还会背它上街 就看中它是个双肩包 一切全是因为我是个双肩包狂人 但凡哪些牌子出个好看点的双肩包 我可能都会有冲动去买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只 那当时买这只包的原因呢 是我没有任何灰色的包 直到现在大家都应该没有在我的包柜里 看见过灰色的包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只 然后小小的又非常可爱 我就喜欢这种迷你型的包 加上是我没有的颜色 我就把它买了 那已经很过时了嘛 对吧 所以也没有很特别需要介绍的了 而且这只包用起来 它背的时候特别不贴合你的背部 就假如我的背是这个样子的 爱马仕的都可以基本上很贴合我 这只包背起来一直是呈现这样一个状态 那加上包又小 基本上你想要在后面自己开盖摸样东西 如果你东西塞的非常满的话 上面的东西会掉出来的 但老实说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问题 另外就是它的肩带其实挺奇怪的 它们原配的洞很少 如果你只是单扣原配的洞 背起来那个带子会有点短 我又自己在尾部的地方打了一个洞吧 肩带延长了一点 那这包 不知道有什么可介绍的点了 大家应该也不需要从我嘴里听到它什么介绍了吧 这网上各路都介绍烂了 反正这阵风也早就吹过去了 现在就脑子看得非常清楚 你干脆你要不就买些没有人认识的包 要不就买那经久不摔的三个牌子 基本上后悔的概率就会非常非常小 那我为什么会说要买一些没有人认识的包呢 因为我剩下的小众品牌的包包 我敢打包票 不可能有人全部见过 相对于今天这些半吊子品牌 除了我的box 我其实要更爱更爱我那些没有人见过的小众品牌包包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等我给大家介绍我的小众品牌包包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